我问问啊 你为了打算干嘛呀 我自己去找一个 我自己觉得有兴趣做的工作 对对对 你喜欢什么工作 喜欢我 比较喜欢小宠物嘛 因为家里也想了狗之类的 开个宠物店 就是先去宠物店里 然后实习一段时间 去过吗 我朋友就是开宠物店的 去了吗 没有 他就说说 他嘴上会说 我问他了 他那边人员满了呀 不需要你哈 对 所以得等是吧 你看上他什么了当时 帅气哈 就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觉得男生长得也挺好看的呀 他挺帅的 然后唱歌也好听 说话他很搞笑平常 就是很喜欢笑那种 就逗我笑什么的 我就觉得挺好的 现在就不想跟他好了是吧 现在就是我想让他 也不是完全就是一定下了决心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在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是想让你变一变 你别总是就满嘴胡话那种感觉 行了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啊 你们听他们说吧 来来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来 女孩我先问你 你是想跟他过日子 做生活 还是在一起玩 你想想看你喜欢他什么呢 唱歌好听 还会讲笑话很幽默 是挺开心的 平常对我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就是比较年轻 我不用跟你去想 就是说你要有多么的好 或者说以后我们两个 就是要成家什么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没有想过是吧 对 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 不是 稍等 你没有想过这些 我没有想过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工作啊 我想让他变得更好啊 他不能每天在家里 无所事事 他上班 我上学 空闲的时候 我们两个见面 一起玩 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然后呢 你还要帮他去找工作 对不对 你觉得你的行为 像不像对自己的 妈妈 我经常说他是我儿子 是吗 你觉得是这状态了吗 是啊 你想找今后一个 跟你生活在一起 成为你丈夫的人 是这么一个孩子型的吗 不是 不是 告诉他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喜欢你 我想让你变得更加好 或者说 我反倒觉得 你现在就这么喜欢他的方式 反而是害了他 因为他觉得无所谓啊 反正我持续工作 做两天 我不干了 都有你来帮我 你依然会爱我 依然会跟我一起 打游戏 听我唱歌 对不对 但你这样是不是就害了他 你想想 为什么他会整天 黏着你而放弃了工作 他觉得你比工作更重要 换句话说 今后的生活当中 没有工作可以 没有你 不行 而你呢 就在告诉他的 的确是这样 你没有工作 来吧 你不要去找吧 我给你找 你找到这不行 我再给你找一个 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以为给他一定的时间 就是他会变得好一点 这种做法 不能让他变得更好 只能越来越依赖你 只能越来越 他觉得工作都无所谓 只要有你 但你能向他保证说 一辈子你怎么样 我都可以在你身边吗 你不能 因为你希望他更好 换句话说 你更喜欢 那个更好的他 而不是现在 仅仅会打游戏 说笑话而已 所以你的变化 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你没有告诉他 我喜欢的是一个 有上进心的 有稳定工作的 积极向上的 不要那么黏我的人 你现在已经变得 越来越不好 你有没有给他 这样的压力 有没有很明确的 或很决绝的 没有 我就说 我说 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 并且说 如果你再不怎么样 把应该去掉 换成必须 你必须这样 否则我们就会分开 你不信是不是 你今天不去找工作 明天我就让你找不到我 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我说过 跟他说过这种 不要说 要去做 但是我 我还是有点舍不得 你的舍不得是自私的 你要真为这个男人好 或者说你真 喜欢这个男 并且觉得他能变好的话 现在的决绝 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好吗 男孩 我跟你女朋友说的话 你听懂了吗 听懂 如果你真的爱对方 对自己负责的话 去找一份工作 积极向上 你的女朋友会粘着你的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